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播客节目 在我的频道里的所有这些播客 都是为中文水平为终极的学习者制作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中文水平达到了HSK 5级左右 那么这些播客对你来说应该不是太难 如果你的中文水平在4级 这些播客对你来说可能会有点难 不过如果你对这些播客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试着去听一听 每一期播客节目的文字稿链接 你都可以在节目详情中找到 如果你觉得听不太懂我说的内容 你可以先试试多听几遍 最后再打开这个文字稿 一边看文字稿一边再听一遍 另外 如果你们有特别感兴趣的主题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也许之后的节目中 我可以和你们聊一聊相关的内容 在这一期节目中 我要和你们聊的内容会非常有意思 这一期播客的题目是 中国的新穷人 在这期节目中 我会向你们解释 新穷人是什么 中国的新穷人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新穷人 这种现象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以及最后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听完这一期的节目 我相信你会对中国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好的 如果你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听下去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新穷人指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有这样一个朋友 他在一家普通的公司 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 他的工资不是很高 交完房租之后 在除去每个月吃饭花的钱 也就不剩多少了 可是他的生活方式 却和他的工资 却和他的工资完全不相符 他每天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自己做饭 于是只好每天点外卖 中午休息的时候 他不喝公司里免费的速溶咖啡 而是选择 而是选择到公司楼下的星巴克 喝一杯手冲咖啡 到了周末 终于不用加班了 他和朋友出去吃饭 看电影 每次都要花掉好几百块 回家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很晚了 已经没有公交或地铁 他只好打车 这又得花掉好几十块 但这还不是全部 最近他喜欢的明星 又代言了新的化妆品 虽然那个化妆品很贵 要好几千 但那个吸引人的广告 让他相信 他应该买 于是他又花了好几千 买下那套化妆品 还有呢 前几天 在朋友圈 有人发了一些 去海南旅游拍的照片 大海真美啊 正好快到假期了 于是他约了朋友 打算也去海南玩一趟 订完来回的 机票和住宿的酒店 又花了好几千 这还没结束 前阵子 苹果公司 发布了新款的苹果手机 周围朋友和同事 有好多人都换了新的手机 他觉得 自己也该换手机了 听到这里 你大概会有一个疑问 这位朋友 他的工资 明明不是很高 他为什么有钱 过这么奢侈的生活呢 他的钱 是哪里来的呢 这多亏了信用卡 和各种借贷服务 只需要一张身份证 一个手机 他就能从银行 和一些借贷公司 借来几千 几万的钱 当他用这些借来的钱 购买那些 他原本根本买不起的 手机 包包 等东西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个钱 不是免费给他的 下个月 他就得还这些钱 到了要还款的时候 他那少得可怜的工资 根本还不上 他用信用卡借的钱 那怎么办呢 他只能看着利息 一点点增加 原本他借的一万块 变成了两万块 三万块 越来越多 他更加不可能还上了 于是啊 你的这位朋友 他变成了一位 新穷人 他表面上 过着有钱人的生活 但实际上 他不仅银行卡里 没钱 反而还欠银行 一大笔钱 在中国 有很多这样的 新穷人 大家也许注意到了 这个词里 有一个 新字 这意味着 新穷人 和传统意义上的 穷人 不太一样 他们通常是 90后的年轻人 收入不是很高 但是却过着一种 有钱人的生活 而实际上 他们不仅没有存款 而且还欠着银行 很多钱 在中文里 我们用以下三个词 形容这样一群人 第一个词是 隐形贫困人口 隐形 就是看不见的意思 贫困 指的是没有钱的状态 那么隐形贫困人口 指的就是 表面上看上去很有钱 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一群人 第二个词 是精致穷 精致 是一个形容词 它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水平要求很高 它总是要买最贵的衣服 吃最好的食物 用最好的化妆品 等等 那么精致穷 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指一群过着有钱人生活的穷人 最后一个词是落魂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贵族指的是那些 一出生就非常有钱 而且社会地位很高的人 而落魂 而落魂 指的是 他变穷了 那么在这里 落魂贵族的意思 就是说 变穷了的贵族 他没有钱 但是还习惯地过着以前 有钱的生活 当然 其实信用卡 和那些借贷的服务 并不总是很坏的东西 年轻人挣钱的能力 一般都不是很强 他们的收入水平 通常比较低 但人在年轻的时候 正是需要投资自己 去学习更多技能 掌握更多能力的时候 有时候这是需要花钱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借钱的方式 来投资自己 让自己掌握更多的能力 这其实是很好的方式 比如我们知道 在西方国家 有很多的大学生 他们通过贷款的方式 来支付大学的学费 读完大学之后 他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所以借钱去读大学 这对于他们的个人发展来说 是很有帮助的 也就是说 这个借钱 这个贷款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这些心穷人 他们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他们借钱 并不是用来提升自己 而只是用来满足 自己的物质需求 罢了 这样一群 心穷人的出现 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 有很大的关系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出现这种现象的 四个社会原因 首先 为什么 在这群中国的 心穷人当中 大部分是 90后的年轻人呢 这其实和他们的 成长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当这群 90后的年轻人 刚出生的时候 也就是上个世纪的 90年代的时候 中国刚开始 改革开放 社会给大家提供的 发展机会 特别的多 非常多 在那段时间 很多人 通过 接受教育 通过 经商 也就是 做生意 改变了 自己的命运 有很多 原本 来自 农村的 贫穷的人 通过 他们自己的 努力 变成了 中国的 中产阶级 很多 90后 年轻人的 父母 就是这样的 因为 父母 还算 有钱 所以 这些 90后的 年轻人 并没有 太大的 来自 父母的 经济压力 也就是说 他们不需要 给很多 钱 给他们的 父母 90后的 年轻人 没有真正的 体验过 贫穷 也就是 没有钱 的感受 所以 他们不能 意识到 他们不知道 钱的 重要性 这 让他们 在 消费 方面 不太 懂得 要 节俭 要 省钱 他们 在 购买 一样 东西 的时候 不太 在意 价格 也可以 说 他们有 大手 大脚 的 消费 习惯 大手 大脚 通常是用来 形容 一个人 对他的 钱 并不是 很 珍惜 他很 随便的 就把 钱 花出去了 这些 90后的 年轻人 不太 懂得 珍惜 自己 挣的 钱 他们 很 轻易的 就把 钱 给 花出 去了 第二个原因 则是和 近年来 中国移动支付和网购的发展有关 移动支付主要指的是购物的时候 用手机付钱 最近几年 移动支付在中国发展得很快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用手机付钱 用手机买东西 现在出门的时候 很少有人会贷现金 很多人甚至会感叹 说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有摸过现金了 再加上中国的网上购物 越来越方便 有时候 比如你今天在网上买一个东西 明天快递员就能把东西送到你的家门口 这让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花了钱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有这样的习惯 他们喜欢花钱 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尽管这些东西当中 其实有很多他们并不需要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原因 目前的中国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娱乐化的社会 一个消费社会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很多人几乎没有精神生活 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阅读 去做自己爱好的事情 而消费 似乎成了一种最简单的放松方式 当我们付钱去购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强烈的满足感 尽管这种满足感持续的时间很短 比如当我们买了一台新手机的开始的几天 我们会有一种新鲜感 我们会觉得心情很好 但很快 我们就会习惯这个新手机的存在 那我们的新鲜感 我们的满足感 也就立马会消失了 那为了再次获得那种满足的感觉 我们似乎只能通过 不断地购买新的物品 这样的方式去实现 除此之外呢 在各种广告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之下 一件商品似乎不仅仅有它使用的价值 还有一种身份的价值 也就是说 似乎我们只要买了一部昂贵的手机 一件名牌的衣服 或是喝了一杯星巴克咖啡 我们好像就有了一种有钱人的身份 从前我们通过自己的爱好 通过自己的才能 以及通过自己阅读的书 来展示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而现在呢 我们似乎更多的是通过自己拥有的物品 来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身份 第四个原因 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慢有关系 在前面我们提到了 这群90后年轻人的父母 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二十年 实现了从贫穷到富有的转变 那个时候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社会给大家提供的发展的机会很多 但是最近 最近十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变慢了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 一个年轻人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挣很多钱 实现金钱和财富的自由 这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 很多的年轻人 即使非常努力工作 也得不到很高的工资 而对于那些生活在北上广深 也就是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的人来说 他们收到的工资 在付完房租之后 就不剩下多少了 即使他们不去消费 也很难存到钱 对于很多的人来说 存钱买房子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既然买不起那么贵的房子 他们也就只好通过购买很多小物件 小的东西 比如说手机啊 鞋子啊 包包 化妆品 这些东西 来满足自己对于物质的需求 正是由于上面提到的这四个原因 目前在中国的社会 有很多心穷人 这种现象 不仅让心穷人 他们自己 他们自身 过着一种非常不开心的 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生活 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 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最近中国的一些调查 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 有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不愿意结婚 不想生孩子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便是他们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 他们连自己都难以养活 更别说是结婚 或者养育一个孩子了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简单来说有两个方式 首先得从年轻人自身出发 年轻人应该提高自己 管理钱的能力 也就是理财的能力 他们不能够再这样 无节制地花钱了 值得高兴的是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越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们开始反思 自己的消费方式 他们开始对自己进行 消费降级 也就是说 他们不再一昧地去追求某个品牌 不再买那些最贵的商品 当他们受到广告的吸引 想要买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们也开始考虑 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而另一个方式 另一个方面 则是整个社会需要改变的 在一个消费社会 一个人的身份 通常是由他所拥有的钱 和他所拥有的物品 这样的东西去决定的 这其实非常的不健康 因为这会导致大家过分地去关注 去重视物质 会让大家把钱看作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如果社会能够发展出多元的价值判断的标准 也就是说他让一个人财富之外的东西 钱之外的东西 也能被看见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就不会都只去追求那些钱啊 物质啊 这些财富的东西了 整个社会也会更加健康的发展 好的 今天这期播客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你们坚持听到了最后 大家有听懂多少内容呢 也许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 或者百分之九十 如果你没太听懂我说的内容 没关系 你可以再从头开始多听几遍 我相信每多听一遍 你能听懂的内容就会更多一点 最后你可以在节目详情中 找到这期节目的文字稿来看一看 希望听完这期节目之后 你们对中国的了解又多了一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